已经连续举办超过十个年头的绿岛海上长泳活动 今年是以海事要游霸的活动为口号 邀请大家再回到绿岛来 今年赛事以中寮到采口来回三公里的方式进行长泳 而报名系统一开放就有不少参赛选手报名了 更期盼到时候会迎来一波新的运动观光经济效益 已经连续举办超过十个年头的绿岛海上长泳活动 今年以海事要游霸活动为口号 并在今天举行活动记者会 邀请大家再回到绿岛来玩 长泳的特色跟台湾全省所办的长泳不一样的日子 我们的特色是天然的资源 因为黑潮带的经过 所以我们一边长泳一边可以观看海底的景观 那海水清澈之外 珊瑚礁的多样性 还有珊瑚礁一类的能的这么亲近 事实上是值回票价的 民国一百年起举办海上长泳活动 已永十二年的绿岛海上长泳活动 希望藉由全国海上长泳活动的举办 让大家亲身体验绿岛丰富珍贵的海陆资源 而现在疫情趋缓之际 报名系统一开放就有不少参赛者选手报名 预估报名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人 有一种报复性的这个礼物 还有确实可能所有爱要这项运动的都非常喜欢回绿岛这个娘家 而为了推动绿岛在地美食 当天在活动会场设施安排在地美食体验 由绿岛鱼粽、绿岛包子、温泉玉米等特色美食饗宴 让参赛者或是陪伴亲友可以来品尝 并且刺激在地消费经济 也更期盼到时会迎来一波运动观光经济效益 记得判罪台中市报导